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曾揭露过一份独家消息 说俄罗斯支撑不起战争消耗了 自家的短程导弹的武器早已被消耗欲空 要不了多久 俄罗斯就会因为导弹被打空陷入彻底落败 届时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发起全线反击 而接下来的哈尔科夫反击战 仿佛也印证了这一推断 然而事情到了10月发生了重大变化 俄罗斯改变战略对乌克兰实施全国性空袭 纽约时报这个脸都被打肿了 就俄罗斯这个空袭的烈度 怎么看都不像是导弹已经被打空了的样子 现在西方媒体继续报道 说俄罗斯导弹库存快被消耗光了 目前俄罗斯的导弹已经被打空了三分之二 其中伊斯坎德只剩下124枚 口径只剩下272枚 KH101和KH55 加起来只剩下213枚 乌克兰挺多 只要把这些导弹消耗完了就胜利 西方媒体解除的理由也非常充分 一方面俄罗斯导弹产能确实本身十分有限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信了 赫鲁晓夫的鬼话 认为造导弹跟导弦常人一样容易吧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的禁忍运用和制裁 导致俄罗斯导弹关键零部件进口受到波及 这件事情直接加重了俄罗斯的导弹产能危机 让导弹变成鱼器型消耗品 普京最近也表示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用导弹攻击乌克兰了 这似乎也佐证了这些媒体的说法 当然西方媒体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 那就是你继续从伊朗买武器 然后俄罗斯表示 没错啊 我就是在从伊朗买武器 虽然说根据美国定下的制裁规则 伊朗不能向俄罗斯出售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 但是伊朗可以出售航程超过300公里的无人机 而且是智慧式无人机 智慧式无人机也被称之为巡飞弹 这个东西只需要电视或者是冰箱上面的芯片就能造 而且威力也大 目前伊朗卖给俄罗斯的见证者136 就是迪安征中的典型 这款无人机使用摩托车发动机 巡航飞行速度为180公里每小时 墨吨飞行时可以向目标加速促冲 速度进一步提升 此款无人机在携带质量高达50公斤的弹头的情况下 还能达到超过1500公里的射程 是飞行距离 对吧 人家是无人机 他不是老弹 这款无人机让俄罗斯具备了猎沙海马斯火箭炮 M77榴弹炮等西方支援给乌克兰的远 远程武器的能力 当初泽连斯基将该无人机讽刺为伊朗割草机 结果自己被割草机疯狂递割草 而现在俄罗斯表示 见证者136不够大 没有劲儿 根本没有劲儿 伊朗表示 你要懂 然后掏出了阿拉什二五人机 并表示 来大哥抽这个 再玩人机 阿拉什是古波斯神话中的英雄 穿梭在远古时期 伊朗高原上有两个国家 双方打了好几十年战争 以至于生灵涂炭 阿拉什决定爬上波斯的圣山 德马峰 对着两国中间射了一箭 这一箭变成流星 在两国中砸出了一道边境线 结束战争 玩虎学的这个名字 他简直就是在嘲讽现在的乌克兰 按照伊朗消息人士的透露 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已经确认 从伊朗订购了一批阿拉什二五人机 而最新一架为俄罗斯送货的伊朗货机 也已经飞进莫斯科 美没认为 这就是俄罗斯最新订购的阿拉什二到货了 和见证者136比 阿拉什二有着更大的体积 更快的速度 更远的射程 更大的威力 对乌克兰人来说更是个技 这款无人机是伊朗设计 用来远程打击以色列的重要大城市的 其设程大约为2000多公里 将近2500公里 能轻易覆盖以色列境内的任何重要目标 也就在上个月 伊朗在演习中刚刚亮相了阿拉什二无人机 并宣布了这款武器成功研制 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一个月 这款武器立马被伊朗送货上门 抵达莫斯科 并即将被运往乌克兰前线投入作战 俄罗斯缺乏远程武器的言论 也将不攻自破 而且除了无人机之外 按照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的消息 伊朗方面也确实给俄罗斯 准备提供射程为700公里的 法塔赫110战术导弹 虽然根据美国的制裁规则 伊朗不能把这些武器给俄罗斯 但问题是现在美军早退出中东了 伊朗就是卖导弹 你美国人也做不了什么 最多继续制裁呗 不过美国都制裁伊朗多少年了 人家早就习惯了 而且还实现了相对的自给自足 就连自家的武器 都是用自家生产的材料倒出来的 你美国就是制裁 也就制裁了个寂寞 法塔赫导弹的精度是非常强的 2020年伊朗对驻伊美军的阿萨德基地 发起了一次代号 为苏莱曼尼的报复性打击 10枚法塔赫导弹全部命中美籍基地 9枚更是直接命中跑道和机库 就直接证明了该导弹的性能非常可靠 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 使用这个导弹还有个更大的优势 那就是自己拿来就用完全不需要改造陪训 因为这款导弹最早的起点 可以追溯到俄罗斯的萨姆系列导弹 现如今的型号 是伊朗通过各种技术进行研发 整合出来的魔改版 可以说纯属就是萨姆尔导弹 发展了一圈又回到俄罗斯手里 俄罗斯刚好又有萨姆尔的使用经验 拿到这些法塔赫之后 就跟拿到自家武器一样熟练 所以说如果乌克兰真要盼着能靠号导弹 给俄罗斯耗死 那基本可以洗碎了 毕竟现在的俄罗斯 那可是背靠着伊朗这个大号的弹药 补给外挂 优优优独播剧场——有關 闭口 特别把他个侧面耶